欢迎各位又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形势 在中国对于欧盟所采取的制裁措施作出了反制之后 欧盟和欧洲议会的领导人 对于那些被中国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 就表达出强烈的支持 甚至欧洲议会还临时取消了 一场有关于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会 而有被中国制裁的欧洲议员 就说些说话出来刺激大陆 他就说就算去不了大陆也好 他仍然是有台湾可以去的 在说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欧洲议会的反应是怎样 欧洲议会薩索利通过Twitter发表了一份声明 他对于受到中国制裁的五名欧洲议会议员 和欧洲议会人权小组 表达出坚定的支持 而且他还重新会站在被制裁的欧盟人员和实体那一边 而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主席居拉就说到 鉴于欧盟和中国的关系有最新的发展 尤其就是中方有令人无法接受的制裁 欧洲议会就决定了取消 原定在星期二就住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举行的一场审议会 他还说欧盟是讲价值观和原则 无论在欧盟的内部还是在全球范围之内 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中欧之间就住中欧投资协定 就已经达成了共识 当时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让步 使得欧盟的领导人 就在原则上同意要达成中欧投资协定 但是具体的执行细节和相关的法律 仍然是需要在欧洲议会通过才行 在面对着欧盟制裁的时候 中国就作出了非常迅速和激烈的回应 使得欧盟方面现在都是骑苦难下 就算你说他想放水都好 现在他基本上都找不到一个下台阶了 而中国这个强烈的反响 也是变相使得欧洲议会里面不同的派系 紧密地团结起来 去支持那五个被中国制裁的议员 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就会认为 中国的反制措施是踐踏着他们的议会尊严 而且他们也是要向他们的选民来问责 还导致其中一场的中欧投资协定审议会取消了 当然现在欧盟就不是说 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就完结了 但是中国这么强烈的反应 就肯定会使得有部分欧洲议会的议员的投票取向 受到了影响 在他们表决的时候 难免就会考虑中国在今次这件事上的态度 所以就肯定令到这个中欧投资协定 获得通过的机会是小了 其中一位被中国制裁的欧洲议会议员 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 就在Twitter上发了一条贴文 他说中国领导人已经是给他知道 他是不会被允许访问大陆香港或者是澳门 但是他还有台湾可以去 这句话无疑也是在挑动大陆的神经 因为一提及到台湾议题的时候 大陆的反应肯定就会相当大了 现在你一言我一语地不断地说下去 没完没了 到最后只会是激化了中欧之间的矛盾 所以就会见到 其实大陆那种的战狼外交思维 是不利于中国来拉拢欧盟的支持 反而还会将欧盟推向了美国那一边 好了 说回中国在今次事件上的取态 其实有多少奇怪 欧盟说要制裁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的消息 早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是传了出来的了 相信大陆方面也有备而来 所以大陆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对欧盟采取了反制措施 而且看回中国的一份制裁名单 肯定都是通过了精心挑选的了 所以可以见到大陆是有在这方面作出了防范的 问题就是当中国采取了这个反制措施之后 不久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先后就着 同样这四名的新疆官员和一个实体 实施了制裁 但是中国又没有对于这三个国家 进行任何的反制措施 纯粹是对于这几个国家进行口诛不伐 就会见到其实大陆在处理这个问题上 那个准则不是很一致 按照战狼外交的那种思维 没有理由反制欧盟 但是又不反制英国、加拿大和美国 到底当中的落差是怎样形成的呢? 有没有可能的就是 中国在事前是不知道 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会和欧盟采取联合行动呢? 是不是代表着其实这几个国家是偷袭成功呢? 而且大家看看那个时间点 就是中国在对欧盟采取了反制措施以后 这三个国家才是再宣布 要对于那四名的新疆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 到底这几个国家是否要等到大陆落搭之后 他们才移动呢? 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接着我们又去看看到底外交部长王毅怎样回应这件事 王毅在广西桂林就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 王毅就说 这几天少数西方势力纷纷登台表演 对中国进行抹黑指责 但是他们应该知道 偏个故事做个谎言就能够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时代 早已一去不复返 他说到少数西方势力 但是其实话少都不少 因为欧盟代表着有27个成员国 再加上英国、美国和加拿大 有30个西方国家 王毅又指出 在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 80多个国家以共同或单独发言的形式 声援和支持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正当立场 足以说明 公道自在人间 少数西方势力的操弄 根本就代表不了国际社会 任以东西南北风 我自归言不懂 引起点 这句其实是出自毛主席的下一首词 叫做西江越井江山 王毅还说 这些倒行逆施根本阻挡不了中国的前进步伐 也没办法扭转历史发展的潮流 王毅很强调 在联合国框架底下 到底有多少个国家来支持和声援中国 其实中国在近年来说 对于人权议题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秘诡 而且他们还采取了一种策略 就是反客为主 反手为功 反过来就是要斥责美国的人权是有问题的 而且中国也成功拉拢了很多阿非拉国家的支持 所以大陆现在就很强调要在联合国框架这个国际秩序之内 来到去解决问题 因为这个框架他就已经是熟悉了 他也是能够在这个框架里面争取很多国家的支持 因为世界上来来去去都是只有一百九十几个国家 那你在联合国里面只有一百九十几有 原来有八十几有都是支持中国的 当然在数字上似乎还有一百一十几个是不支持他 但是这一百一十几国当中有多少是支持美国的 都成问题的 有些他根本上就是骑牆的 或者不想表态的 不想得失任何一方不想选边站的 你只是看看韩国就知道 根本上以中国现时的影响力 再加上中国在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在熟习了联合国的规则之后 积极地作出经营 现在中国其实就可以主导了联合国的取态 只是看看去年 特朗普总统就想邀请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那个世卫大会做一个观察员 那也是不够票过的 这些根本上有很多事例 而且人权理事会 竟然有八十几个国家支持中国人权 那就更能解释到 为什么特朗普总统要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根本上里面所说的人权 就有两种人权 一种就是西方式的人权 一种就是中国式的人权 民主也分两种 一种就是西方民主 一个中国式的民主 所以呢 拜登现在重返了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 都没有什么大作为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华春莹 今天所说的说话 就被不少网民质疑他 究竟是不是低级和高级黑 他怎么说呢 他就说如果美国政府 是能够好像中国政府那样 对待包括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在内的 各少数民族一样 去真正关心和维护美方的 少数族裔的合法权益 那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 早就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华春莹还说 新疆的大门是躺开的 中方欢迎真正希望了解 新疆发展情况的人士 包括美国人士去新疆参访 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居高临下的有罪推定 你还去叫人参访新疆吗 不是吧 之前有很多欧美的政客 想去新疆了解的实情 你都不让人去吧 而且华春莹也利用了大陆经常使出的一招 就是诡辩 将视线转移到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问题 说到好像新疆是没问题的 其实华春莹现在所说的 杨洁篪在中美会谈当中的16分钟分析 也说过一遍 就说美国如何来对非裔美国人 採取所谓的屠杀行为 这些是诡辩 而这种战狼外交语言 无疑会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越搞越僵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